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目前第二个出场的学员 郑兴奇 他的感恩心声 我是一个一根筋的人 只会唱歌 不过去关心别人 我想一个热情细腻 充满爱心的人 歌声一定会更有魅力 所以在之前 我一定要完成一个心愿 去一个我一直想去 但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感谢这些孩子们 是他们让我明白 作为一个歌手 不仅要学会唱歌 更要学会去关心别人 心灵丰富 歌声才会变得更动听 颠峰对决的舞台上 我要突破自己 只有音乐的世界 让歌声和心灵 达到完美的结果 请欣赏 请欣赏郑兴奇 请欣赏郑兴奇为我们演唱《疯子》 我一直是一个很任性的人 我很感恩那些一路上很理解 很宽容的人们 这首歌送给他们 刷牙 我想哭 洗脸 我想哭 走路 我想哭 静止 我想哭 春太阳 我想哭 翅膀 我想哭 听歌 我想哭 看戏剧 我想哭 我控制不住自己 负担太重的情绪 我却全面的结局 这种的问题 我不想哭 听歌的很多委屈 说了很久的道理 却满目了我的心 再压抑 再压抑 我快不行 天摇地头 万天安定 有眼泪 没眼泪 你觉得我哭了 我瞬间而明 听不见你们说的 我空眼 我风雨 眼泪了 我下了 我忘了 也趁时间 原来快乐要有更少 还要换灯 还要换灯 说要我想哭 洗脸我想哭 听歌我想哭 静止我想哭 春太阳我想哭 起风我想哭 听歌我想哭 看戏剧我想哭 我控制不出自己 不断太重的情绪 我拒绝面对结局 我不想听 你可以多很多规矩 说了很久的道理 却满目了我的心 我快不行 有些泪 没些泪 你觉得我疯了 我瞬间而明 我听不见 我听不见 你们说的我疯了 你们说的我疯了 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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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前世界 原来快乐 Chris 我疯了 我疯了 ELLE 郑辛棋每次的演唱 都让人无话可说 他整个人就像一台业器一样 没错 郑辛棋的这首歌呢 的确有相当的难度 501位大众评审 如果刚才在他演唱的过程当中 你还没有按下你的白色牵道剑 现在如果你觉得你想支持他 让他进入巅峰对决的话 请赶紧按下白色的牵道剑 我记得郑辛棋在海选的时候 唱了一首《红眼睛》对不对 当时唱完《红眼睛》的时候 韩红老师拍着桌子说 郑辛棋去争夺第二届的 《中国梦之声》的冠军吧 我记得这句评语 没错 到今天我依然还这么说 谢谢老师 而且请允许我在这里 隆重地宣布 本月24号上海大舞台 韩红演唱会的嘉宾 正是郑辛棋 谢谢大家 好 Vivian有什么要对辛棋说的 我觉得辛棋 你真的今天看起来有冠军像 我觉得辛棋唱歌的时候 有一种能力 它会把我们全部吸到它的歌里面 然后所以到目前为止 辛棋唱的都是偏比较悲伤的歌 我希望可以看到辛棋未来 为我们带来一些正面快乐的歌 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吸进去 变得跟你一样快乐 好不好 好 好 接下来会不会是 正棋的快乐时刻呢 那我们就来看看 501位大众评审 是不是像韩红导师和Vivian导师一样 觉得郑辛棋就是我们本季的冠军 好 最后10秒 倒计时 刚刚Emily设定的这个线是418票 郑辛棋只有越过418才有机会 靠近我们的巅峰对决 现在揭晓501位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 447票 大众评审和我们的导师 都有同样的感觉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